朋友们,这一期呢,我们又见面了,现在呢,玉米呢,有一些,咱们这个地区呢,已经种植结束了,那么关于玉米呢,这段时间咱们农户的一些问题啊,咱们这一期呢,来归纳,总结一下。 第一个方面呢,就是说,很多农户啊,原来比如说在小麦这池可能打除草剔剂比较多,那么玉米这池呢,在播种以后啊,这个出名率比较低,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啊,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,首先建议咱们朋友们呢,就是大水呢,先去漫灌,破坏小麦啊,残留的这种除草剂药业。 这是一种方法啊,第二种方法呢,就是要么现在咱们呢,就是玉米这池了,咱们就不再种了,一直等这个下一季啊,就是到秋季,那么开始种植小麦的时候呢,咱们再开始种小麦啊,这个呢,也是一种方法。 如果说现在呢,您去进行大水漫灌以后啊,那么,建议呢,咱们在选择这个玉米种子的时候啊,一定要去考虑就是生长期比较短的啊,这样的一些玉米品种。 第二个问题呢,就是说现在,咱们很多农户就是种植这个玉米,出现这个大小苗不一样啊,这样的一些情况。 那么出现大小苗不一样以后,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,你针对大苗啊,就是三十斤的水量吧,加上零算金钾呢,呃,基本上呢,就是五十克到六十克,啊,这样的一个量。 同时呢,你也可以去,比如说加入一到三克之间这个西孝座,呃,去进行喷雾,啊,那么针对于这个长是比较弱的一些玉米苗呢,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,呃,三十斤的水量呢,加上,呃,三十克的尿素。 然后呢,再加上两个的壁户,或者呢,是这个,呃,这个,呃,五毫升的,呃,这个呃,赤米酸,呃,去进行喷雾。 呃,这样子呢,以促使这个大小苗长势呢,呃,比较一致,比较均匀。 嗯,好了,本期视频呢,就到这里吧。